今天借這款這麼特別的Casio 一些黑色、一些金色、另類的黑色 新闊來的,剛剛回到 去講手錶裏面的金屬處理 Finishing 有四大類 哪四大類,兩類大家都是比較熟悉的 第一種就是拋光 拋光就包括鏡面拋光 即是把金屬磨得光亮面 總之光亮面就是一種拋光廣耳的處理 另外也有一個處理方法 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拉紗 或者叫拉絲 拉絲很簡單 只是刮花 拉絲就拉花了表面 不過那種花很漂亮 因為是一個很垂直的植物 看起來都覺得漂亮 反光有一定的同一成 另外 我看到這隻錶 就想想起 聯想到另外兩種 不是太常見的金屬處理方式 其中一種就叫噴砂 噴砂的英文叫做 Sand Blasting 意思就是把一些金屬的小小粒子噴進去 即是你那件弓箭上 你這件弓箭上 你這件弓箭上 就像磨砂一樣的粗粗表面 一噴進去 但這種磨砂就不是拉砂 是有點不同 雖然大家都是砂 拉砂是拉的 拉的就是拉直 噴砂就沒有拉的效果 所以有一種垂直的效果 一點一點就叫做噴砂 Sand Blasting 這種 Sand Blasting 是很少的 很少建議 我都舉不出例子 即是一時三刻 另外除了 Sand Blasting 我今天就講第四種 但第四種 近幾年都有見過 AP之前 金標的 不知什麼皇家 什麼什麼帳樹 它的表面 就說是一種Frosted Gold Frosted就是這種 就是在這個金工件的表面 去做一些重複的額印 咔咔咔 咔咔咔咔咔咔 就是變成這樣子的處理 我記得 好像去年也有一隻 其實是雕刻 其實它不完全是雕刻 因為雕刻就是把除去掉 另外一種Frosted就是 就是就是骗子 但是它骗到很美 我记得有一种只有CASIO 不知是MTG还是MRFG 都是类似是这样的 骗得到它很美 都是人工浅 当然金就容易骗子 如果您的套件是不锈钢 钦金属就会很难骗子 这里是价格 而刀的处理就不能骗子 当然是已经製造了一个帽子 就倒了帽子出来 但整个表面的凸凸凸凸的表面 令我原想起来有些金弓件的 我们称为Frosting 总绝而言 就说了四样在标中也见过的 Metal Finishing 金属件的处理 第一种是韬光式的 第二种是拉沙 拉沙是Statin 第三种是噴沙 Sand Blasting 而第四种跟这种Casio有些类似的 就叫Frosting